音樂 有些中心的 好的 大家在今天的一個賽程開始之前 我們還是要照冠裡的有單挑的一個環節 要給大家好好的來介紹一下 畢竟紅藍的選邊權還是非常關鍵的 我們首先看到的是Roya要來出戰 而琪琪也再次的登場 這場比賽的話又是一個上路打AD的對決 哇 那Roya我們都知道 她本身會是一個鬥士非常強勢的選手 而琪琪的話 目前用的拳都是AD的角色 就跟他平常在比賽用的角色一樣 對 沒錯 那其實打AD的話 蠻好針對的啦 你只要會賈克斯 你選下去就對了 就處理了 沒有什麼問題 而且其他的話 目前用的兩隻腳是 犯以及達瑞文 下面對賈克斯來說 其實都比較後手的階段 我們來看一下 正面的單挑對久 WP 瑞亞很快速把前面玩過的全ban了 對 前面玩過 尤其是犯 因為他上路 如果對面是AD的話 你玩坦克也可以把犯ban掉後 那你其實也是蠻舒服的 也是能處理 最後一邊是李星給酷 一邊是克里斯達 哇 那這個差距的話 我覺得李星打克里斯達 是沒有什麼畫面的 難道是組一拍地 推線到底嗎 對 W 上去拍地板 然後一直A 一直A 對 因為這裡點組Q的話 要Q到克里斯達 有點困難 操作的難度非常非常高 對 除非你能貼到他臉 但是你能貼到他臉 那JT可能要考慮換一下AD 有 你說如果能踢到的話 對 我們非常感謝齊傑 讓我們歡迎WACO WACO WACO又回來了 最近也看到WACO 還是小B 小B 讓我們歡迎力有V 對 很多人很多人 除了之後就踢到了 Roya上去稍微小換了一下 哇 但對面痛苦思者加小兵的疊加 對 細節有做好 沒錯 喔 Q到了 這應該倒了 對面直接點燃 下後扯一個Q 點燃直接燙死很快速 1分04秒 很快很快 Roya倒在了奇奇手中 1分鐘就擊殺 喔 難道今天的單挑 會創下2分鐘就結束的畫面 有可能 我有一個機會 這邊推完 他可能看到這個飯條沒回家的話 他就急再來打 沒錯 來看一下 奇奇回家了吧 結果直接轉還有4秒回程 亮起兒他的帥氣氣而標誌 哇 他這波出來之後 哇 這個裝備差距 因為Roya死得很少 所以他就算死了回家之後 裝備是一樣的走出來 對 就是 給人家錢 來發錢的 哇 最近 這薪水難道是對面在發的 不得了 這裡Roya 現在要對線的話 等級已經有差距了 但慶幸的是 克里斯達我們都知道 這個角色在單挑的過程中 他6等等於沒有 所以6等的Roya 還是有一些操作空間的 是的 可以 QRQ 哎呀 打一些漂亮操作的 來看一下Roya 這裡的兵線現在是被 喔呦 奇奇 欸 這樣可能又有第二顆輪頭了 往前跳 往前跳 欸 沒事 Roya有閃的 但是對面好像可以跳進去嗎 哎呦 還是今天就選個克里斯塔了 比賽 能選到一定選吧 這次操作這麼好 走進去殺了吧 Roya還不回家 往前往前 走進去 盡早從 Face Check的AD 你奈我合 Roya來到了 6等躲掉的Q技能 但奇奇也能再拉掉 細節 Roya想把兵線給清掉 是沒什麼問題的 但要對面扛塔不太容易 對 現在6等打5等 雖然他6等沒什麼用 是 但是我覺得李星 現在就是 看起來也沒有什麼 太好的效果 他剛剛有揉一下眼睛了 剛才哭了 哈哈 選錯角了 為什麼對面有克里斯塔啊 對 哭啊 哇 這樣子可能 這個對線 多幾秒就結束了 因為 他也可以不要殺李星 他甚至一直點塔就可以了 因為這李星 這個血量也不太可能去擊殺到克里斯塔 沒錯 就算6等 騎到操作空間也非常非常的低 來看一下奇奇點 來上去 普攻普攻普攻 直接在3分07秒 完成了兩次的單殺 也結束了這場 膽調的對決 太暴力了吧 3分鐘也算是蠻快的 拿到兩顆頭 看官方有沒有 為大家稍微挑選出 是不是 本次單挑最快的呢 對 這Roya沒有任何的喘息 沒有任何的猶豫 他死得非常的乾脆 哇 這樣子對我們的外援選手吧 你看他都摸摸鼻子了 是 他還在考慮 哭了 還在隨著 為什麼 難受 難受 為什麼這把 根本沒有玩到就結束了呢 哇 那在這一場的單挑對決 竟然是輪到了AD嗎 只能說 HELLPX這個隊伍比較特別的是 他們竟然是 基本上所有人都有參與過單挑的環節 這是其他的 隊伍比較少見的 像DCG我們看到多半都是TACO登場 像他們六勝三敗的成績 TACO三勝的敗 就是佔了五成的一個選擇 那PRAGE選手是第一次的上次 就是幾乎所有的選手 HELLPX的人都有打過這一個單挑比賽 那你有沒有聽他們說為什麼 你剛剛不是很熟嗎 我只能說 可能每一個單挑都騙菜吧 沒有啦 就不知道要派誰上來 沒有啦 但PRAGE我們都知道 韓服分數很高 我之前聽好像有幾百分 所以我覺得在今天的比賽 讓他來受上陣 用AD來去針對TACO的話 應該是沒什麼問題 對 就是蠻精彩 蠻期待的 看他能不能拿出什麼不一樣的角色 哇 TACO 我只能說每次我看他在單挑過程中的頭髮 都是特別的亮眼的 而且他那個臉 蠻可愛的 他一直弄一個好可愛的臉 接下來他到比賽場上 跟在休息室的狀態是不太一樣 是 哇 三半AD 所以DCG針對很快 另外一邊是兩半 伊蛇瑞兒 打蓋倫 伊蛇瑞兒到底是什麼概念 應該是推線點塔 是 好像很多人在這個實驗點 點伊蛇都是拿出來要做推線做進攻的 是 來看一下 而且蓋倫如果沒帶雪球的話 也是比較難碰到這個伊蛇 是 他再來是點燃 所以是閃現Q後轉轉轉 逼得是閃現的那一個反應瞬間 我蓋倫閃現過去了 你伊蛇有沒有交出伊呢 而且看得到DCG感情很好 後面都坐滿隊員了 大家都在後面看著 那個泡麵頭玩家也在後面笑 沒錯 還有經理也全都在後面看 Taco的精彩法規 Q的好準 Q到了 那敢走進去嗎 Taco一定要出來先逼個伊 你得交伊 但還是被轉到一個點燃 直接先交 先交先CD Taco很聰明 因為Taco可以利用被動去回血 所以接下來就是回血時間 對 好凶哦 大家好 我有被動 現在是回血時間 而且這個Q穿過這個小兵啊 連續的控制嗎 Predge也在找尋機會 看你們能做一下嘗試 一直點普攻這段 點他 點他 卡自己普攻 跳過去輸出點燃 交 點兩下 Q閃 傷害剛好 夠了 為什麼被殺後面的拍手 對 Yeah 玩得好 吃 蛤 玩得好 欸 後面那個爛被卡掉了 哈哈 啊 為什麼 好像 右邊後面的Hailpix的隊員 哇 怎麼Hailpix後面沒有隊員來 鼓勵一下 都到Taco的背後啦 剛剛殺了 Hailpix殺了 DCG後面的人在拍手 不知道什麼意思 Taco一臉無奈 我的隊友都是這種人 對 因為我聽DCG的Mind Check 他們感情很好 都會幫隊友鼓勵 鼓勵 拍手 你說被殺的時候是嗎 我太殘忍了 喔 打得好 Taco現在不是一打一 他其實是一打四 後面還有Taco 對 後面很多人 壓力很大 這次被擊殺 Etherail回家 閃耀劍出來 這可就不一樣囉 對 閃耀劍出來 傷害加很多 是 但Q也要打得到 沒錯 這裡想做一個前期換血的蓋倫 沒想到 最後Taco是給到機會 被Bridge給直接殺了 哇 現在為了推陷 好痛 好痛 這邊有閃耀劍 這傷害真的很高 雖然沒有 現在這個單挑 Etherail比較麻煩 就不能出水滴嘛 跌不了 所以這個耗磨量 每一個都要非常精準 我還在點 還在點 Etherail回家 大絕直接刷 還在點 跌 半血了 繼續追 征服者跌起來了 Taco也想打 有大絕有點燃的 往前一貼Pridge 選擇先行拉退 Taco在笑喔 後期還是有機會的 對Taco來說 但我覺得Taco最大的問題 會是在 我覺得六分多 他必須要回家 那個時間點的塔 可能會被Pridge點掉 我可以先行預測 我覺得這個塔 是有可能被Etherail點掉的 遠程打進戰 有一個優勢 就是你可以推線點塔 沒錯 而且這單挑的塔 其實蠻脆的 是 尤其是七分鐘後 護甲城掉後 那瞬間 這塔可能就直接被點掉 所以現在的狀況 對於蓋倫 就是很痛苦的 對 而且這不是單挑賽嗎 怎麼對面這麼多人 而且後面一定是 有在給情報 教他這麼大喔 是 還是在後面都在講一些 這種 比較影響的話語 對 你會不會蓋倫啊 兄弟你會玩 會不會玩 還是我上 對 開始互相的 先影響自己的隊友 壓力特別大Taco 不僅在操作上1打1 在目前的對話上 還要1打3 對 而且這邊 11大波冰了喔 對 這炮車177塊Taco 想吃 吃就要掉1四分之1的血量喔 這邊 Q 哇 W交掉了 雖然有W 但W20幾秒 20幾秒 這樣交掉有點可惜 可以開始點塔了 點塔 1 2 有一個Q 1 2 開始點 喔唷 一直點 一直點 跳過去再豬豬 再一個Q 再一個普攻 再一個普攻 哇這傷害 對面交1了 你也沒辦法 因為展現是同時交的 所以蓋倫沒辦法操作 剛剛如果有展現 點燃下去Q 後轉轉轉 R竟然還可以操作一下 而且他把對面打殘了 對面只要一回家 塔就會被疊掉 是 壓力很大 Taco喝水 哎呀 可惜 伊則沒有 伊則的一個細節是 他需要讓 那個被動 永遠疊在無城 但是他 一直斷掉 喔 這樣普攻慢了很多 是 然後無視對面 想追 閃線 轉轉轉轉轉 打不就開 普攻普攻 R 可以殺的 普攻 R 德瑪西亞 沒有問題 德瑪西亞 Taco也完成了一次擊殺 後面的拍手又來了 拍手拍手 但下一次的時間點 就會是護甲城前 喔 這塔是會被點掉的喔 對 這邊 Taco選擇不回家 賺這125 還想打這波拼線推了 想帶多一點錢回家 拼線有點爛喔 嗯 這裡 Etherail 趕緊要出來 快速回家 這邊一直都比較可惜啦 Trash 其實 在點塔的時候看到蓋倫 往前 他就應該是 A蓋倫喔 因為畢竟 你一直這樣慢慢 A到蓋倫的話 他沒血 他回家 你塔就是你的 就是拿的可以直接推 有點急了 唉唷 兩把刀有看過 四把刀呢 雙個 兩個黃雙 好多刀 好多刀喔 他是刀鋪的 賣刀的 哇 四把刀 厲害了 我看過三把刀的 就已經很厲害了 唉唷 我看會九把人 九把的 九把的是真的厲害 厲害 九把人能做的事情很多 這裡 DCG Taco 直接扛著護盾 兵線推掉 吃著補包 開開CG 哇 單破一局 現在快樂點兵 有奪破了 現在Q也就隨便用了 哇唷 怎麼辦Taco 沒有閃現了 這時間點 塔要掉了 怎麼辦 我覺得這塔要掉了 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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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對要一直點對面 點 壓力很大 Taco最後與時間的爭奪 而且Taco現在沒閃現 就有點 難把Purge給擊殺掉 就是坐牢嗎 對面還有E 點 喔他用 Taco是用肉身在擋對面的W喔 但是如果他回家他就炸了喔 唉唷 這個W浪費了 但沒事 Taco 很努力 你打這個Etherail 被動基本上是觸發不了 Taco一直在扣血喔 對 因為你要觸發的話 你要躲在後面 一陣子 不被打嘛 對 那你這個塔 你躲後面你塔就沒了 他不打你就打人 你選一個吧 打塔還打人 塔要被點掉了 Taco給壓力 你不用這麼怕 你去A他 你A他他沒閃現 他追不到你的 欸欸 欸 被追到了 欸 A死了 Taco 你什麼意思啊 喔 喔 這什麼意思啊 什麼意思啊 這什麼意思喔 你那個遠程被人家 他也不是帶上位衝擊喔 對啊 對面走上來 按A到了 A你就死了 那 這個距離 要把握了差了一點點 對 因為射手的話 最重要就是 拉扯那個距離喔 沒錯 玩到最終是由Taco取下了勝利 另外一邊只能稍微的摸頭 懺悔一下 嗯 比較可惜 差了一點點 差一點點 因為塔已經快倒了 沒錯 只要這波能順利打殘 因為Taco已經貼進來了 他這波在打殘 塔就要掉了 那最終沒有成功處理好 只是被擊殺Taco 拿下了這把選邊權 他們選擇了紅色防 進去 對方 我們要選擇 如果我們先選擇 他們先選擇 打敗 威慄 我們先來 打敗 這麼